垃圾老公的标准 回家就喊累抱着手机却不睡 老婆一喊就嫌烦 朋友一喊就到位 朋友圈里从来不占老婆的信息 老婆的信息也从来不评论 还见嗖嗖的去给别的女人评论 前面有一个好漂亮的小姐姐 咱们去撩一下 小姐小姐姐 可以 哎 姨妈 哎呀 快跑快跑 家是显赫吗 没有 你有我知书达理吗 没有 你有我身材丰满吗 没有 你有我好看吗 有 我 有 怎么会爱上了她 并决定跟她回家 放弃了我的所有 我的一切无所谓 只断情长了 诉不吻当时年少 真的是八十岁的老奶奶 你一周一对我手分手 我们走过分家路口 妈妈 妈妈还久了 你抱我 好 那妈妈数到三就抱你好不好 好 来 准备 七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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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操 Ihrew 妈妈 你不会数三 你说什么 妈妈 你不会数三 好 我数 我数 好不好 好 三 来 抱抱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我希望朋友给给我一个男人 他看得像彭一耶,好吗? 你狠狠? 你第一个必须要做是减少你的重量 什么? 减少你的重量 你别笑 我最后专业的原因好吗? 哈哈哈哈 关于我们 我只想说 简单一句 就是爱你 冰一双飞 呀,呀,呀 吃饱用 你看到这种东西 我找到这种东西 知道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养个儿子啊 就跟打一个游戏一样 给他建号 给他起名 给他升级 买装备 一年砸一级 一年砸一级 眼瞅要砸满了 就要一个儿媳妇的人给倒号了 是吧 前方六百米 有限速拍照 限速一百二十 当前时速九百四十一 然后家里会有产品油盐 酱酥茶的生活 随先抬头 随做饭 他一说做饭了 有点声音把头抬起来了 快点掌声鼓励鼓励 看看随先把头抬起来 很多的中国人喜欢模仿外国人 说话的时候那种 声调不准的感觉 其实呢 你们不知道 如果我们认真起来 恐怕你们光听声音都分辨不出是哪 一个问题啊 就是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蠢友谊 我觉得是有的 你就想有个办法 就跟他结婚 哇 就几年之后 你发现太纯洁了 你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穿成透明站到他面前 他都可以当你是透明